歡迎光臨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美國的中期選舉大部份都有結果 有少部份票還點緊 亦有機會轉行第二輪的投票 因為不同的州份有不同的選舉機制 結果有部份是預期之內 亦有一些是意料之外 先說預期之內 眾議院的議席 歷次的中期選舉也是 執政黨有機會輸很多議席在眾議院 這次有很大機會 由共和黨控制這個眾議院 議長等等 議程等都需要改 參議院本來預期都是共和黨得到 這次選情咬得很緊 可能只差一兩個議席 最後是怎樣呢 現在就要再等最後的結果公佈 你看拜登出來開記者會 似乎在之前 大家預測的對於民主黨的打擊 似乎小很多 共和黨的紅色浪潮 並沒有出現 有些媒體形容這個不是紅色浪潮 只是紅色漣漪 有部分的議席 是真是被共和黨拿了 所以他可以控制到眾議院 但參議院咬得那麼緊 似乎就在某些州份裏面 仍然是民主黨表現優勝 分析就說 選民對於拜登這兩年的施政 是有很多不滿的 主要的不滿 就是他的經濟政策 因為疫情過後 大家期望 經濟復甦 但是突然之間來一場戰爭 令到通脹 猛然 飆升 包括經濟沒有預期 那麼好 甚至會有衰退的情況 這是全世界都出現的 對拜登的表現 在經濟問題的表現 帶來很多不滿 這次在投票面反映出來 但是另一方面選民對於 共和黨裏面的右派 特別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極右的想法 分化 激化 種族的矛盾等等 亦有相當大的不滿 所以在這次投票裏面 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雖然共和黨 拿到不少的議席 可以控制到眾議院 但是參議院 仍然是未行 但是特朗普的 支持的人 特朗普為他們站台的人 似乎 那個表現相當一般 根據有些統計 我們看得到 特朗普公開支持的174人 有些都輸了 在選區裏面的平均得票率 比2020年的大選 高1.3% 因為特朗普的支持 比2020年 優勝 但是未獲得特朗普祝福的候選人 比2020年的選舉 在選區裏面 增加6.9% 這是電視台的統計數字 這個數字 獲得祝福的 得票率 是1.3% 未獲得祝福的 是6.9% 換句話 特朗普 支持的人 可能會拖累共和黨的選情 這一點 在民主黨控制的地區 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 平均得票率 比2020年下跌0.3% 而相反未得到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得票率 比2020年多了4.2% 所以有很多人說特朗普 是不是這次拖累共和黨的選情 本來大家會預計在中期選舉的時候 一般來說都會比在野黨 會有很多優勝的地方 執政了兩年 表現是龍是蛇 龍是鳳 大家都知道 所以紅色浪潮沒有出現 是否因為特朗普拖累 這是大家會討論的問題 為何說紅色浪潮沒有預期出現 在點票差不多有結果後 大家也知道 眾議院 民主黨比共和黨多了6席 這次共和黨在民主黨手中取了6席 所以 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 似乎沒有什麼懸念 但以往的中期選舉 這個執政黨 一般都是因為做了兩年 你是龍是鳳 龍是蛇 全部都看到 一般都會在眾議院的選舉 甚至是參議院的選舉 都會失去很多的移植 例如在克林頓年代失去了54個移植 在奧巴馬年代失去了63個移植 這次可能失去了不夠10席 所以共和黨預期 席捲全國的紅色浪潮 似乎沒有在事前外界 想像之中出現 很多人都說特朗普牌 已經不靈 因為選民 雖然不滿拜登的經濟政策 不過對於 共和黨由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極右 一種思潮 感到厭惡 永遠都是一個 鐘擺向中間 搖擺過來 你會看到最大的驚喜對於民主黨 最大的驚嚇對於共和黨來說 凡席凡尼亞州參議員的候選人 費特曼 贏了特朗普全力支持 和他站台的奧茲 很多事前估計會被共和黨取走的議席 最後仍然是民主黨取回的 所以這個很清楚 不是一個紅色浪潮 其實特朗普全力支持的人 除了說 賓夕凡尼亞州的議席之外 包括州長的候選人 共和黨 州參議員都說的 雙方報集 參議員的候選人 都是輸的 特朗普全力支持的候選人 很多都是輸 贏也好 可能得票 不是想像之中 那麼好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我剛才提到中期選舉的一些預測 其實 很多人都說 特朗普沒有原念 會代表共和黨出選 他在星期二會有一個重大宣佈 預料宣佈各族 共和黨初選 然後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 政治一天都嚴長 何邦還有兩年 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呢 是不是放在袋上 今天整個討論中 特朗普是不是共和黨的資產 還是共和黨的資產 還是共和黨的負債 特朗普的旋風 特朗普黨在共和黨裏面 你知是黨內有派 是不是能夠繼續持續 成為一個利好的因素 現在在這個選舉之後 在共和黨裏面 有一個激烈的討論 有沒有人可以取 特朗普而代之 亦有一個相當大的 爭議 其中一個就是佛羅里達州的州長 桑蒂斯 他有20個百分點 擊敗民主黨的對手 拿到州長的席位 桑蒂斯的背景是什麼人 其實他 在民主黨的票倉裡面 拿到西班牙裔的選民的支持 拿到古巴和委內瑞拉的社群的支持 本來佛羅里達 一向都是搖擺州 這班拉丁裔的選民 向來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現在是落在共和黨手裏面 這個是意大利裔的 這位桑蒂斯 藍嶺家庭出身 不過讀歷史後來也拿到法律的博士 又在海軍服役 然後代表共和黨參加佛羅里達的眾議院選舉 在2018年的時候得到特朗普 支持參選州長 但是 本來應該是 特朗普黨的人 但是在這次 在這次的選舉裡面 他跟特朗普唇槍竊劍 他是沒有 得到特朗普的祝福 沒有為他站台 雖然他的觀點都是右翼的觀點 沒有為他站台 他對於共和黨來說 他跟特朗普最大的分別 是特朗普不停攻擊共和黨黨內的 一些做法 但這位桑蒂斯是沒有的 所以 特朗普已經急不及待跟他改花名 也有人說他是小特朗普 桑蒂斯這次贏了 這個州長 而且是一個 非常大比數 20%贏了民主黨的對手 在黨內 他可能受歡迎的程度 受支持的程度 是比特朗普高很多 因為桑蒂斯和特朗普最大的分別 就是特朗普 大家都是右翼 大家都是共和黨 但是特朗普去得很極端 特朗普是會煽動一些種族的對抗 更加令到共和黨人不能接受 尤其中間的共和黨人不能接受 就是他的表現 他永遠覺得自己 是沒有錯 錯在別人 錯在共和黨人 拖他後腿 在這次的選舉 看到特朗普的牌 不靈 有很多特朗普為他站投的人都輸 或者得票為偏低 有個這樣的報導 特朗普 大炒大鬧 非常之氣憤 他一貫都是這樣 然後就說 錯不在他那裏 錯在他的下屬 或者是他的前下屬 他總是會找到一些指責的對象 說他們拖他後腿 致死到特朗普牌是不靈 對於在共和黨裏面有機會和他各族 代表共和黨參選的 佛羅里達州的當選州長桑蒂先 特朗普早已提出警告 他的說法是甚麼 你不要跟我爭 你不要在總統的初選中 跟我敬族 因為我知道你有很多事 這是公開說的 接入訪問時的警告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 如果你跟我爭的話 你只會傷害自己 特朗普就是這樣 他要打擊對手 無論這個對手 是 所謂的敵人 可能是民主黨的對手 或者他視為 Deep Stay 又或者是視為自由派的媒體 他是無所不用其極 但對於他黨內的對手 他一樣是這樣的 警告你 你不要跟我爭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 我爆你了 但對於這位40多歲年輕力壯 在共和黨的選民中得到很大支持的桑提斯 似乎 都沒怕過 他的回應是甚麼 我現在才剛開始 打仗 換句話來說 你看到 他很有機會 或者他很有企圖心 是更上一層樓 所以 特朗普派 或者特朗普黨 特朗普派 似乎在今次的中期選舉 不靈 特朗普會不會 他在下個星期 會縮 會不會 宣佈他參選 似乎現在的機會很小 因為他接受電視頭訪問的時候 他仍然是感覺很好 他認為 沒有輸 我贏很多 他在他的 社交媒體裏 就說 我沒有輸 我仍然是好 為何說我輸 他說 我沒有勃然大怒 沒有大喊 他說相反 我認為 我認可的人做得相當好 他承認的人做得相當好 所以他說 我沒有任何理由 取得這麼大的成功 沒有任何理由改變我的計劃 我們 看下去 究竟 我都說政治一天都嚴長 民主黨 拜登就說得明 他說我仍然是沒有改變我的計劃 我會出來參選 如果 特朗普也是堅持的話 最後也是 拜登對 特朗普 這場 總統的競逐會 再重現 我個人不期望 因為很悶 兩個老人家 不如找年輕一點 我一直都是這樣想 老人政治 是很厭惡的事 仍然是兩個 加上 百幾二百歲的人出來 大家都是說這種事 我覺得對於美國人來說 現在美國的年輕人是很不耐煩的 對於老人政治 即使 選到也好 但我認為也不是一個好事 但這次特朗普的表現 或者特朗普支持後選人的表現 對於 很多華人的侵奮 都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特朗普 再不是一個 萬事萬寧的 一張牌 暫時已經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nion 繼續支持我心情有化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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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